如果你是一位热衷于观看国外流媒体影片的观众 并且对 这些国外知名流媒体的影片 爱到死去活来 那么不要走开 本期就是给小伙伴来送福利的 粉丝没多少 发型必须好 大家好 我是小鑫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就像我影片开头所说的 如果你是一位追剧党 那你肯定知道Netflix 中文名字叫奈飞 不仅是奈飞 还有HBO Disney Plus等等这些国外的流媒体平台 想必小伙伴都有所耳闻 在国内小伙伴如果想要自己购买这些国外流媒体的高级会员 从而达到在线观看高质量影片的目的 门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要解决网络的问题 这里需要提醒小伙伴的是 最近奈飞风IP的力度大到令人发指 很多机场的节点都只能看奈飞自制剧了 因此选择一家靠谱的机场是决定你能否愉快观影的关键 这里我推荐我一直在使用的叫苏阿云的机场 他家的节点是可以全局借走奈飞的 机场的网址我会放在视频相当的简介里 网络问题解决了其次就是针对付款的问题 订阅这些海外流媒体的会员是需要外币信用卡进行支付的 并且价格又比国内的Io藤贵了一倍不止 所以很多人在这一步就打了退堂股 虽然这些国外流媒体的高级会员 相较于国内的Io藤贵的有些离谱 但是他们的高级会员都是可以建立多个用户的 比如奈飞的高级会员最多可以建立5个用户 每个用户都有独立的观影记录和观看清单 可以在各个设备上无缝的观看 因此利用这样一个所谓的漏洞 这一两年国内的合租平台或者说拼车平台越来越多 这种平台给追剧党带来的好处是 不用自己注册奈飞账号 也不用自己绑定信用卡付款 高级会费由拼车的人平摊 既便宜又省心 平台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家为了抢用户 导致拼车市场乱象丛生 服务水平也是参差不齐 比如账号出现问题处理不及时导致观影受影响 账户密码管理不严谨导致经常登陆不上 抗击奈飞风控能力差 导致经常需要更换密码等等 如何尽量的规避这些问题 小新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拼车平台 是一个全球数十万用户都在用的账号合租平台 奈飞小铺 英文名字叫奈飞shop 它是国内最大的最早开始做流媒体账号合租的平台 说到奈飞小铺呢 顾名思义就是靠做奈飞拼车起家的 也是我很早就关注和了解的一家拼车平台 它提供国外流媒体账号合租的一站式服务 官方承诺免费试用 信号秒发 翻车赔偿 无限续费 全自动售后 并且在telegram成立了一个万人的售后群 方便车友在里面积极的交流经验啊 目前已经支持netflix youtube spotify账号合租的正规车 后续呢 还会录于支持其他的国外流媒体账号合租服务 比如像动画风啊 hbo啊 hulu啊 tvb等等 此外奈飞小铺还推出了爱合租这样的全品类正品资源账号合租服务 比如你买了某平台的高级会员就可以在爱合租这个平台上在线发车 呼朋换友来拼车 共同分担费用既省钱呢又有趣 再比如如果你想拼车的流媒体不是netflix youtube spotify这三家 那么你也可以在爱合租上找到对应的车付费上车 那爱合租的特点呢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当上司机 每个类型的账号呢都能发车 而平台呢负责司机跑路退款 那说了这么多到底如何通过奈飞小铺拼车呢 我们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奈飞小铺 关注后呢进入公众号主页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头像注册一个账号 账号绑定微信呢就可以开始拼车了 我们以奈飞车为例 大家注意到在这个界面的最下面有一个优惠码的输入栏 这里就是我本期影片给小伙伴争取的第一个福利哦 只要你在这个优惠码这一栏输入XXTV 就是小新TV的首字母 然后点击确认使用就可以有95折的优惠哦 这样一来年付呢就是最划算的 在官方优惠的基础上再达95折 直接优惠了25元 相当于减免了一个月的拼车费用 怎么样如果小伙伴觉得这一波福利很燃的话 请把一打在公屏上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演示 奈飞小铺上拼车奈飞的高级会员 在手机电脑电视端的使用体验 在登陆奈飞的各个客户端之前呢 我们先要找到刚才我们拼车成功以后的账号和密码 首先点击这个右上方的我们的账户头像 然后在我的车票这一栏点击 这是大家看到没 就可以看到一个账号 这个呢就是我们奈飞的高级账号 然后呢密码呢是看不到的 我们需要点击查看密码 然后点击确认呢就会显示一串你这个账号的密码了 首先是首期客户端我们点击奈飞APP 然后点击登陆 那我们就输入刚才的账号和密码 然后呢我们就登陆我这个三号车位 OK我已经登陆进来了 然后呢我们播放一部影片 就播放这个凶险假期吧 这部凶险假期呢是奈飞刚上映的一部影片 据说口碑还不错 然后呢我们点击播放 OK已经开始播放了 在奈飞小铺购买的这个拼车账号呢 在手机上播放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先点击推出 大家看这部影片呢在我的这个iPhone上 播放效果呢最高支持1080P 然后呢是杜比世界 下面呢我们就用笔记本电脑的浏览器 然后呢同样登陆了我这个奈飞账号 大家看我已经在电脑上成功登陆了 那么我们就选择继续欣赏这个影片 大家看到没他这个影片呢就会接着刚才我手机的那个播放进度 继续播放 OK我们先退出播放啊 我们点击我的这个片单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用我在奈飞小户上买这个账号呢 建立了自己的这个观影片单 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全非常的多啊 这个片单他会跟着你的这个账号 无限续费的话 他的片单会一直保留 这也是这种正规的拼车平台 或者说合宿平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继续续费的话 那么呢你的这个账号呢会一直保留 因此你的观影片单呢他也会一直保留 下面呢我们在奈飞的电视客户端继续登陆我这个账号 然后呢我们再继续观赏这一栏继续播放这个休闲假期 大家看到没他会继续接着刚才的播放记录进行播放 这里呢由于版权问题我就不过多演示了 因为这个奈飞小铺这个评论平台呢 你购买的会员都是高级会员 因此如果你的播放设备支持4K HDR并支持双度比的话 那么呢你就可以在奈飞上观看支持4K双度比的影片 比如说这个不死军团呢大家看他影片的上面就会显示 杜比世界和杜比圈景声 还有这个全裸监督它也是4K双度比的影片 我给大家播放这个不死军团这个4K双度比的影片 大家看一下效果如何 由于版圈问题呢我先禁音 大家看这个播放的效果非常的好啊 这个呢就是4K双度比的影片的播放效果 所以说你一个月在奈飞小铺上花20来块钱 买一个奈飞的高级会员车位 就可以欣赏到4K双度比的影片 我觉得还是挺滑的来的啊 大家看在奈飞小铺的这个官网 不管是网页端还是微信的公众号端呢 在这个右上角都有一个收片这个功能 大家看到没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奈飞小铺最新上线的一个全球资源搜索的一个服务 大家看到没 它可以按影片导演演员分类介绍 支持中英文 还有新加坡地区的资源 香港地区资源 泰国地区资源等等 然后呢我们再点击这个搜索 大家看一下 在你输入影片的演员之前呢 它就底下就会有一个热门的搜索 包括绝命毒师啊 速度于激情酒啊 黑寡妇啊 扫黑风暴啊 这些全球导演啊 纸牌屋这些热门搜索 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个最近比较火电影《雪色天节》 大家看这第一部影片呢就是《雪色天节》 它是按评分最高的来排序的 大家看旁边还有一个是否有中文字幕 我们点击一下 它就会筛除要没有中文字幕的影片 然后呢我们点击《雪色天节》大家看一下 影片介绍呢据说是来源于豆瓣啊 大家看这个国家地区呢 应该就是这个影片的发行的国家地区 这个可看区域呢 大家看这个香港地区可以看 新加坡地区也可以看 这部影片基本上大多数区域呢都可以看 下面字幕呢有德语 英语 马来西亚语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我觉得这个收片功能啊 应该是奈飞小铺 有别于其他平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经过刚才的演示啊 我相信小伙伴肯定觉得奈飞小铺的奈飞高级车 在实用体验上就一个字爽 其实呢这也是我推荐给小伙伴的原因 你只需要安心的当一个追剧党就好了 剩下的事情呢交给奈飞小铺就搞定了 所以看到影片这里的小伙伴呢就有福利了 只要本期影片在youtube和西瓜两个平台的播放量破万 我将在这两个平台呢分别抽取5位粉丝 送上奈飞小铺一个月的奈飞免费体验资格 前提是只要你关注我的频道 并且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要上车就有机会获得哦 OK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奈飞小铺的购买链接 以及95折的优惠码呢 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简介里和置顶留言里头 如果小伙伴觉得本期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转发 并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小铺 see you next time